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演戏什么样的情形 那个时候 公司挺好的 他就怕我第一次演雪山飞狐那么重的戏 金融的戏 所以他们就再开一个 二十集的现代戏 让我练习习惯熟悉一下 很好 这都可以 把我安排到那个剧组 然后我就演了一个人家的老婆 我就真不会演 那个时候谈恋爱也不多 一来就老婆 老婆是怎么演的 老婆 我真的搞不懂 然后要我哭 哭不出来 然后就好像现在一样 前面一堆人 然后三二一 哭不出来 就根本不会演 是慢慢的真的要调整一下 妈 你就在这里弄头发 对呀 你媳妇啊 对呀 婉姨 妈常提起你的 你婆婆也常常在我面前提起你 她说她媳妇长得像香港小姐那么漂亮 看她不止哦 你自己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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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码我知道演戏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整个制作是怎么样的 那第一次拍雪山飞虎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好一些 没有 因为不是演人家老婆了 没有 他们就说我的声音就很轻很小 人家收音师 然后人家就 你可以不可以大声一点 然后我就好啊 都是很轻 好啊 我大声 是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 是一个过程的 是一个过程的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把评论 雅